大家好 我是香港青年智庫的主席陳志豪 大家都知道最近政府想在選舉事務那裡規管一些網絡電台 我個人覺得是不必要 因為如果大家去留意網絡電台的發展或者原意 本身就是為了促進和提供一些平台 給一些主流傳媒忽略的人 去有更加多的渠道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既然是網絡電台又怎會是不鼓勵一個更加多元的文化 和支持某些弱勢的選舉候選人 反而一些我覺得網絡電台是不需要監管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網絡電台本身他們的文化是十分之百花齊放 是任何人都會邀請 所以政府是不需要有太多餘不必要的關心 反而你如果越多監管 是會限制了網絡電台一些更加自由的發展 這是我的意見